我们好 您好 是这样的 昨天我们给这个节目写了个名字 叫欢迎光临 然后就是看《金融环游记》 然后就看欢迎光临这个小节目 然后能够剪成碎片性的一种小视频 然后给大家来看 好 来你来抽题 好啊 谢谢 说出一个你在春游家族里 不可或缺的作用 颜值吧 颜值这一块由我撑起 想上什么样的热搜 想上颜值方面的 当然颜值是好的 是我的旁边的 西方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颜值那一块 颜值怎么都叫超能力 这个回答太敷衍了 什么样的超能力 就是能让我们 青春滑游戏变得更好看的超能力 就是能让我们 青春滑游戏变得更好看的超能力 这是什么能力 你看你感动吗 你还不敷衍吗 不哭 这怎么变 好 来 还有两个问题 对 嘉玲姐的现场转账88火光 天哪 你怎么什么火光 那哪好意思 天哪 88哪够 我们没有加过微信 好 来 跟宝哥的最后一条微信内容是什么 我哪没有加微信呢 我哪没有加微信呢 它 你是季宝哥之后 然后第二个这么幸运的 是吗 下一个红包可以再大一点 别 不必 用我踏实的努力 一会儿我来给你发88元红包 好 再来 来抽一张 春游家族你去羡慕谁的时候 这跟上一题有点重了 最羡慕宝哥的时候 那换一个吧 行 来 你可以看哪个小回答 小时候被举过什么样的外号 臭宝 臭宝这大家都知道 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 美男子 美男子 怎么好像吗 几岁的时候大家关于叫美男子 从小到大 就叫美男子 对 汪美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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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叫汪美男子了 今天我会叫林姐 全都关于你叫汪美男子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啦 好 今天结束 拜拜